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Kevin 在上节课中,我们学习了视觉感知力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听觉感知力 先打开Unity,我们去编写听觉感知力相关的代码 还是在Sensor文件夹下面创建一个听觉感知器 先继承感知器的积累 然后初始化感知器的类型 设置为听觉感知器 注册这个感知器 删除用于计算的update方法 重写积累的方法 这个方法上节课我们就说过 是用于当感知器听到触发器的声音的时候 才调用这个方法 我们来判断一下 它感知到的是哪个触发器触发的声音 如果是玩家,我们才做出动作 至于这里要做什么 大家可以随意的去编写代码 你们想让AI对象做相应的事情 就在这里去写相应的代码 我们这里还是让它向角色移动 所以代码跟上节课的很像 我们再次准备看 好了,这里的听觉感知器我们就写完了 再返回Unity去写听觉触发器 继承触发器机内 注册这个触发器 然后重写附类的方法 先写这个判断方法 它用来判断感知器是否能够听到触发器发出的声音 这里先获取触发器对象 判断触发器的类型 我们的听觉感知力并不是AI对象真正能听到声音 而是通过两个对象之间的距离来模拟的 所以这里判断一下两个对象之间的距离 如果它们之间的距离小于触发半径 我们就认为它能够听到声音 就能发现对方 然后再重写 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感知器与触发器在有效范围之内 我们就通知感知器做相应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的听觉触发器 现在代码写完了 我们返回到Unity去看一下效果 改变一下场景中对象下挂的代码 我们先看到怪物这里 把原来的视觉触发器替换成 刚才写的声音触发器 改变触发器的类型为声音 其他的都不管它先 然后改变角色身上的脚本 将声音触发器挂给它 触发半径调小一点 这里为了区分视觉触发器 与听觉触发器的效果 我们让AI对象背对着角色 这样参数就调完了 我们都知道 视觉触发器感知的范围是 对象正面朝向的一个夹角范围之内 而听觉触发器是一种球形扩散的感知范围 所以我们让它背对着角色 现在将项目运行起来看一下效果 当角色没有进入 AI对象的感知范围的时候 对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一旦角色进入它的感知范围 也就是模拟了 AI对象听到了角色的声音 所以AI对象就朝角色转向 并移动到角色的位置 这里的听觉感知器写得非常的简单 因为在我们的项目当中 其实是用不到这种感知力的 听觉感知力用的最多的是 射击类游戏 AI对象可能会去判断角色的脚步声 以及枪声 然后去追踪角色 大家下来可以将听觉感知器复杂化 可以将AI对象的反应写得更智能 这就是我们听觉感知器的内容 在很多游戏当中 还需要用到像触觉感知 或者记忆感知这一类复杂的感知类型 触觉感知在Unity里面非常好做 我们可以给角色或者AI对象 添加一个碰撞器 当碰撞到指定物体的时候 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个非常简单 但是运用的地方也很多 比如AI对象如果感知到 地上有血瓶 然后它移过去 吃掉这个血瓶 我们就可以用触觉感知来做 又例如AI对象 移动到自动门的时候 门自动打开 这个也是触觉感知在做 记忆感知相对用的很少 大家可以下去看一下相关的内容 这些就是我们感知力的内容 这几种感知力我们都写得很简单 大家下来多花点时间去尝试将这些感知力写得复杂一些 让我们的游戏对象看起来更聪明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一个非常实用的插件 A星Pathfading Project 这个插件会在接下来的项目开发中运用到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 A星算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路径规划算法 这种算法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多 这里就不一一讲解了 希望大家下去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 虽然在今后U3D项目开发过程中 大多会用插件来实现相应的功能 但是了解A星算法的实现机制 对游戏开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A星算法是的官方示例 在这里我们已经将插件导进来了 我们先打开第一个场景看一下 将场景运行起来 这里有一个AI对象在寻找出口 移动到3的另外一边去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路径规划行为 虽然这种行为用我们前面写的 AI对象个体行为当中的抵达 以及避开障碍也可以实现 不过这种方法过于简单 在障碍物较多或者障碍物体积较大的情况下 我们写的那种简单的个体行为就不太实用了 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的事例 这里有一个相对复杂的实例 这个小球会跟着我们鼠标移动 这里有一个AI对象 它会不断的规划新的路径来移动到小球的位置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将小球拖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AI对象避开了这中间的障碍物 然后我们将小球放到这边 它在不断的规划最近的路线 然后移动到小球的位置 我们将它放上来 这就是一种复杂地形的巡路算法 这种算法在我们最早写的AI对象个体行为当中就很难实现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插件的具体使用方法 先关掉项目 在我们编写代码之前 先来创建一个场景 这里我们就用以前的场景 我们先在场景里面放一些障碍物 在放障碍物之前 来写两个层级 这里ground土地那个层已经有了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碰撞的层 改变一下层级 将我们这里的地形 改成ground 再创建一个障碍物 将障碍物的层级改成障碍 现在我来调整一下场景 场景这里我调整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创建寻路的组件 先在这里创建一个空的对象 改一下它的名字 叫做A新Path 然后给它添加上寻路组件 在这里有一个PathFading 这里不倒它 这上面我们给它挂了一个 A新Path的脚本 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个寻路的网格 大家看到这里 Graph这个组件 我们点开 这里有很多种寻路的网格 Grade Graph这种网格 非常的简单 它的寻路效果不是很好 我们一般都不会用这个 这个Raycast Graph 就是我们刚开始看到的那种复杂地形的寻路 这里我们也用它 点击它 这里已经创建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参数 其他的参数我们先暂时不去管它 把这里改一下 将网格的高度提上来 让我们的地形以及障碍物都在这个框里面 改一下它的大小 让它改矮一点 然后生成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生成了缩略导图 可以看到画出来的一些线 然后我们再给要寻路的对象 加上两个脚本 这里选中怪物 删掉它身上的其他脚本 给它加一个寻路组件 这个组件的参数 我们先不去改它 然后我们去写一个控制脚本 在这里加一个文件夹吧 这里我加了一个A星Path的文件夹 然后在里面创建一个CS文件 我们给它取名字叫A star AI 叫A星AI 现在我们来写一些代码 这里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点到点的寻路 给一个目标位置 然后再是一个 把路径组件加进来 然后控制对象移动的移动速度 控制对象转向的速度 还需要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就是 当角色与路径点小于这个距离的时候 就让角色向下一个路径点移动 然后就是我们的寻路组件 角色控制组件 动画控制组件 动画控制组件 以及当前路径点 这里我们来初始化一下这些参数 寻路组件 角色控制组件 角色控制组件 以及动画控制组件 然后调用寻路开始 将对象的位置 以及目标的位置传进去 这里我们先来写一个方法 就是就是寻路结束的回调方法 unpass complete 将路径传进来 如果找到路径就将路径保存起来 这个方法的作用就是将找到的路径保存起来 然后我们在start方法里面注册一下这个方法 因为寻路需要实时计算 所以我们在这里将update方法改成fix update 先来做两个判断 第一个是如果没有路径 那就什么都不做 如果已经是最后一个路径点 也就是寻路到达终点 这里如果到达终点 我们让对象播放 然后返回 如果有路径并且没有到达终点 我们就让角色移动 先来获取目标位置到达当前路径点所需要的距离与方向 然后计算移动所需要的速度 控制角色移动 控制角色移动 并且播放移动的动画 并且播放移动的动画 需要控制角色移动 还需要控制角色转向 所以这里获取方向 让角色朝路径点方向移动 所以需要控制角色转向 所以需要控制它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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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角色与当前路径点的距离小于我们指定的转向距离的时候 就让角色向下一个路径点移动 所以需要控制角色转向 这就是我们巡路控制角色移动的方法 现在我们再出去设置一下U3D的场景 就可以将项目运行起来了 给对象加上我们刚才写的脚本 给他一个目标位置 我们就让他移动到角色的这个位置 所以将角色的坐标给他就可以了 这里是在平面上我们可以不用填Y轴的值 生成一下导视图便于我们看到路径 好了 我们将项目运行起来看一下 为了清楚的看到路径 我们在编辑界面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觉得这个路径有点奇怪 虽然这不是一条特别好的路径 但是确实有效地避开了障碍 至于这条路径看起来很奇怪 是因为我们没有将路径做平滑处理 现在我们就来给AI对象加上一个平滑路径的脚本 这里我们先调整一下这些参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路径有什么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路径现在平滑了很多 这就是我们A星Path用来做巡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我们先将项目停掉 A星Path这个插件非常的强大 这里我们只做了一些简单的使用 在以后的游戏开发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不但可以拿来做这样简单的巡路 还可以做多目标点巡路 以及我们做射击类游戏的时候 所需要用到的战术巡路 也就是用来躲避敌人的子弹 还有在复杂的地形中巡路 或者是多层建筑物中巡路 这些巡路方式用这个插件都可以实现 这里我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大家下来多去看一下A星Path这个插件 可以将它的几种不同的网格都创建出来 来看一看它们不同的网格所实现的巡路方式 这五种网格的巡路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把每一种都拖到地形里面来看一看 看一看哪一种网格才是最适合我们要做的游戏 或者说将来你们要做什么样的游戏 用什么样的网格来巡路最节约资源 以及巡路的效果最好 这些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下节课我们将要实现状态机控制角色状态 希望大家下来去看一下 好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